那么威廉王子的访问 他是否标志着中英关系开始回温呢 北京加强与伦敦的关系 看重的又是在哪些方面 我们下面为您继续的通过连线 请英国诺丁罕大学 中国政策研究所的教授 曾瑞生 曾教授 来为您进行分析 曾教授您好 您好 非常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 我们就先来看看 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也提到了 威廉王子与习近平的这次会晤 完全没有触及到政治 人权或者香港 这些敏感或尖锐的议题 您认为这是意料之中的 那么避免了这些问题 可能会引起外界 什么样的一些议论呢 其实这个原权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那不是因为威廉王子 特别要把哪些敏感问题不谈 而是英国皇室来说 本来就不是干预这个政治的问题 所以他们做这样的访问来说 主要是做这个 这样真实的事情 而不能去做具体的谈判事情 具体的谈判一定是从这个外交 调度去沟通的 是 那么曾教授如果照您所说 王室成员在政治上没有太大的分量 但是外界不可否认把这次威廉王子的访华 看得非常重要 认为甚至是中英关系 在18个月来的第一次回温 您认为这个在政治上 它到底有多大的意义呢 我不是说英国皇室来说 去访问不重要 这个这样真实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也表现出 一方面是英国对这个关系很重视 同时中国方面对这个访问也非常重视 像英女皇要发给邀请函 给习近平的到英国正式访问的话 他们不可能在之前没有已经看好以后 之前把这个邀请函发出去 发着邀请函的时候就表示说 习近平根本上已经同意要访问英国了 那也就是说其实两个国家来说 都希望去找他们共同点 来把他们的关系建策起来 而不是把他们有意见分歧的地方来重视 是 那么曾教授 最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可能也是一个最重要的话题 我们知道在去年 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英国的时候 他就曾经说2015年 会是中英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一年 那么我们今年立刻就看到威廉王子的访问 那么紧接着习近平也可能访问英国 但是不可能两国的交往只是纯粹的谈文化交流 我们看到今天两人会面的时候 也谈到了金融合作 到底北京寻求与伦敦加强关系 着重的是哪些方面呢 其实是很全面的互保长短的关系 其实英国是全欧洲可能是全西方世界上来说 对中国投资都最愿意我们开放的一个国家 而同时来说就是现在在英国的大学来说 我们在英国大学做硕士学生来说 研究生来说 中国的研究生就已经比英国本土的研究生多 那就反映到两面的这个高楼 不管是文化高等教育还是经济还是贸易 都是非常非常多的 而且因为英国是那么公开的 愿意接受中国方面的访问跟投资 他们也就做一个反应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 这是英国的诺丁汉大学的曾瑞生曾教授 接受我们美国基因的访问 在未来几天 卫廉王子将继续的前往上海 还有云南进行访问 美国基因也将持续的为您报道有关消息 请您锁定美国基因节目 或者登入美国基因的中文网 我们的网址是voachinese.com